这边咱们讲蜀温的病因病理 蜀温病的病因 就是蜀邪 蜀邪嘛有加湿不加湿之分 因为夏季气候炎热 人体奏里开泄 所以蜀温虽然是心肝分病 初起就见蜀热 这个蜀热不是单指阳明 叶天士在林郑指南里边 提出来下属发的阳明 那只是一个举例而言 它可以发于肺 手太阴肺 可以发于足阳门卫 甚至于可以发于手绝阴心包 范围很广 有的病人 初起就昏迷 大家别局限于阳明 总而言之 蜀热很盛 夏季人体的痘里又开泄 由于汗出较多 症气又不足 所以蜀血很容易深入 这就是它的病急 疾病之后 热血入里疾病之后 可以出现气氛症 也可以 由气氛向盈分发展 热灯 热灯阴 甚至于 弹热蒙蔽心包 还可以深入血分 导致出血 还可以深入下胶 损伤根肾 出现冻风 或者是血分虚症 这个传变呢 还是温热伤阴 总归 它的发展趋势 就是鼠热邪气盛 阴液伤 在这个基础上 可以出现热伤阴阴 可以出现冻血 可以出现冻风 也可以出现下胶根肾阴阴 这是一种情况 如果说鼠热加湿 出现鼠湿病 它除了有高热的表现之外 还可以出现 雄丸痞闷 身重 舌太腻 这些表现 但是在鼠闻病里面 它就是加湿 也是以热血为主 所以叫鼠热加湿 它很容易化造 最后还是变成温热病 后期 由于邪气损伤 正气很重 或者是在病变的过程中 热血卓液成痰 痰不能去 它往往留有后遗症 或者是低热不退 或者是留下终生的后遗症 痴呆 诗语 耳鸣 耳聋 病变之后 聋了 不会说话了 或者有的是 老是有动风 或者是肢体 肺了 这个病相当于西医的什么病 最典型的 乙型脑炎 流行性乙型脑炎 所以夏天 流行性乙型脑炎 流行的时候 你去观察病人 有的表现就是一派的鼠热 有的就加湿 同样是这个医脑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表现两种形式 还有 勾端螺旋体病 因为夏天呢 人很容易下水 这勾端螺旋体是在水里 它叫溢水嘛 自然溢源性的疾病 勾端螺旋体 通过皮肤 进入人体 可以导致 微重病片 最典型的就是 出血 因为它也发生在夏天呢 所以 它属于鼠蚊的范围 就是说西医所说的 流行性乙型脑炎 和高端螺旋体病 这是比较常见的 可以用中医 鼠蚊的变章论质方法 进行变质 诊断和鉴别诊断 要点 第一 鼠蚊的发生 不管是鼠热还是鼠湿 统称都是鼠蚊 它有明显的季节性 发生于下鼠当令之时 它必发生于夏季 其他季节都不能叫鼠蚊 比较准确的说 是在夏至 夏至到立丘或者延上到处属之间 这段时间 夏至到立丘或者到处属 第二个要点 起病疾 初启一般没有微分症 它发病就以高热汗多 口渴 口渴 卖宏大有力 肺胃热赤的见证 为主 实际上 说是下属法子阳明 法子阳明 它也影响到肺 肺有热可以传到胃 胃有热也可以传到肺 这种病人 这种病人初期都有肺 胃热赤 高热 汗出 口渴 脉红纳的表现 第三个特点 病变过程中 变化快 因为它热很盛 发展快 可以有化火 生痰生风 这些病理变化 而且容易耗伤筋气 出现筋气欲托 弹热内壁 肝风内动 冻血出血 这些表现 冻风 冻血 弹热蒙蔽心包 这一系列的表现 再一个特点 在检查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顽皮 身重 舌苔腻 无寒无汗等症状 你要考虑 这是里边有鼠湿 有鼠热 外边又感受了寒血 初期 如果有这类的表现 那是里有鼠热 外有寒 第三个方面 辨证论知 鼠病初起 它的特点 是气氛高热 肺微热赤 治疗 用心寒情气法 发展 逐步的发展 在高热的同时 由于大汗出 好气伤筋 可以出现 筋气两伤 到这个阶段 用肝寒的药 生筋 兼义气 义气生筋 初期因为它是实症 所以以心寒情气 为主要手段 发展到 筋气两伤了 那你就不能再用心寒了 在轻润的同时 要生筋义气 用肝寒 再发展 到后期 往往是 斜去 斜庆已经去了 但是呢 筋液气没有恢复 到这个阶段 以酸为主 兼用苦 和肝 以酸为主 干什么呢 蟹 脸 用酸苦 蟹热 酸肝脸因 到后期 血已经去了 但是经验没复 用酸苦的药 或者酸肝的药 来蟹热 脸筋 一般是 气氛发展 就这么几个情况 那气氛发展的话 三个阶段 这么治疗 如果说 它有气氛 又入营 那就不一样了 入营 它可以 灼伤盈音 那你就要 清营养音 或者叫凉营养音 如果说 入营 还有弹热 蒙蔽心包 既有营音伤 又有弹热蒙蔽 那么 既要清营养音 还要 活弹开窍 如果说 再进一步 导致内币外托 这个要开 这个要顾 开是指开窍 顾是指顾脱 灵魂症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单纯的热伤盈音 一种是气氛有弹热 盈分有阴伤 这个大家都 都不生疏了 如果说 入血 它可以导致冻血 那么就 凉血散血 如果说 由血热 而导致冻风 那就要凉杆细风 一般是这么几种情况 那如果说 它好血 而导致 真音虚 你就要补音 无非是这么几种情况 到后来 留下的后遗症 鼠纹 往往有后遗症 后遗症 一般来说 表现为弹督经过 耳聋 失语 直体偏肺 或者是抽 老是动风拨指 一般来说 是弹督经过 所以要搜剔经过 后遗症 活血 化弹通落 总的来说 就是这么个原则 有这么一句话 有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谁说的 说是张凤奎 张赫腾 他在明朝 天启年间 写了一个 商属全书 两万多字 这是最早出现的 之属的专书 后人呢 就引他这句话 智属手用心凉 就指出起 用心寒清气 心凉是指白虎糖 重疾 心凉重疾白虎糖 也叫心寒 既用肝寒 第二步 鼠伤筋气 用肝寒 养阴 生筋 清热 最后 鼠邪已去 精气大伤 用酸味的药 配合肝苦 酸泻酸脸 酸苦泻热 酸肝养阴 因为鼠邪 它一般 很少出现腐蚀症 所以不必用下 这句话 是不是张凤奎说的呢 不是 都说是张凤奎说的 商属全书 他不是这么说的 张凤奎 在商属全书里边怎么说的 鼠正不分表理 一味清内 得寒凉而解 酸苦而收 不必用下 这是他的原话 鼠正不分表理 一味清内 就是说治鼠病 不需要解表 你就一味的清内 清理 鼠邪用寒凉就能解 苦酸而收 这他不伤筋吗 用酸苦的药 来卸热脸筋 收脸筋液 不必用下法 这是他的原话 他说的没有这么清楚 这么大的层次 少用心凉 即用干寒 最后 再用就是最终 酸血酸脸 这句话呀 是经过了叶天室的加工 叶天室在哪说的呢 右科要略 右科要略后来 经过王孟英 整理 他不是把他收入温热经纬了吗 他给改了个名 叫做叶香炎酸食福气外感篇 这段话 是叶天室在酸食福气外感篇说的 他怎么说的呢 张凤奎云 张凤奎云 智书守卫心凉 继续干寒 再用酸血酸脸 不用下 可谓耀言不凡 他后来加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呀 是叶天室 对张凤奎商属全书 有所发挥 经过他加工了 不是张凤奎的原话 所以后世传来传去的呢 就成了张凤奎的话了 实际上 张凤奎没有说这么明确 他就说蜀病不分表里 一味情类 得寒凉而解 寒凉用什么药他也没说 就是寒凉 也没提出来心寒 叶天室这么一加工啊 那比他那个要明确的多 三个步骤 先心寒 干寒 最后酸寒 讲得很好 所以有些我们隐证别人的东西 一定要住上是从哪隐的 张凤奎说 这就不对 这句话绝对不是张凤奎说的 是叶天室说的 是叶天室隐 张凤奎的话这么说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出隐证古代的文献 你说隐 内经人 怎么怎么着 查查内经根本没有这句话 比如说吴俱通 在文明条片里边 导致城汽汤的脉象 他写了一个左耻劳肩 导致城汽汤的脉象 他不是小便捐低不畅 大便不通吗 他说脉象是左耻劳肩 而且呢 他对这段话有个 有一段注解 他是俗谓左寸者非 他是不对 为什么呢 小畅脉应该在左耻 细考内经自知 那就意思呢 他这段话是从内经来的 实际上内经根本没这句话 所以后世就说吴俱通伪造经文 内经是没有这句话 没有说小肠脉反映在左耻 可是他提出左耻劳肩 劳啊 是陈玄脉啊 隔是浮玄 劳是陈玄 陈玄而又硬 就是陈玄有力的意思 这个肩就是有力 左耻的脉象 陈玄有力 这个符合不符合临床呢 它符合临床 他要用从小肠上去解释 所以后世呢 就说他这个说的不对 叶琳给他批了一大段 为什么不对 为什么不对 左耻后哪 左耻后肾 肾与膀胱相表理 这种病变是膀胱里边的水热护结 它是下胶的病变 反而在左耻是对的 肾与膀胱相表理 他非得用小肠去解释 把小肠搁到左耻来 可不是吗 古人没有这么说过 他又说是小肠热胜 活斧不通 又得说这个脉在左耻 把小肠脉搁到左耻 没有必要 实际上就是下胶 膀胱水热护结 因为水也不通 有热 所以左耻脉反应 沉险有力 你扛光是在多吃 这个没错 再比如 刘和谦 主火派的代表 寒凉派的代表 因为他以火热力论 所以呢 他主张又寒凉情热 就有人提出来 这么句话 这句话挺有名的 说刘和谦主张六气节从火化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吧 刘和谦从来没说过这句话 六气节从火化不是刘和谦说的 他是这么个学术观点 但是他没说过这句话 谁说的 叶天士说的 是叶天士归纳了 总结了刘和谦的学术思想提出来 他是主张六气节从火化 也不是刘和谦说的 所以有时候咱们看引文 你在原书中是找不着 是经过别人 把这话加了公的 所以引文 今后咱们写文章 一定要准确 我这句话是从哪引的 从原书引的就是原书引的 不是从原书引的 是别人引过来的 你就加上 你比如这个 咱们就加上 叶天士转引张方辉的话 要著名出处 咱们看书也是 看哪段话谁说的 也想知道 你写文章给别人看 在这方面 智学一定要严谨 是哪出的就是哪出的 所以后世传来传去 这成了张凤回的话了 不是张凤回的话 这也不是刘和谦的话 而且是哪本书 你一定要写全程 比如说内经 你写个内经行 商汉论 你写个商汉 把论字丢了就不行 当然咱们习惯人说商汉论 大家都知道 后世 注解商汉论的书很多 你光写商汉两个就不行 还有的同志写 要靠这么写 经人 把这加个引号 这行吗 什么经啊 好像习惯上说 一说就是内经 我们有一同学 我们上学的时候 考内经 那是开卷考试 一考考三天 你随便看书 但那题目呢 出的很大 写了一篇论文 谁就让同学们写论文呢 我们同学写论文 就引了一段话 晶云 接下 写 这段话把老师给考住了 老师不知道 这段话是什么 后来就告诉我 说你把这同学给我叫来 我问问他 我学一句 你这段话是哪的 我也在场 我听着了 老师说 你这段话从哪引的 是哪个经啊 他说是牛马经 这个不严谨 你要说经云 就是内经云 你要引甲乙经 就是甲乙经 要写明确 古人有时候写经云 怎么怎么着 那可以 现在我们 俱学一定要严谨 就是把话说清楚 鼠病 气氛症 突起用心寒 伤筋器用肝寒 最终用酸泻酸脸 这么个大的原则 应该说这个法则是叶田氏确立的 这是治手 治鼠病的一个大纲大法 很有临床指导意义 那么如果鼠又加湿 那就不能完全用情法了 对湿来说要化 要造 要立 化湿造湿立湿 那就根据不同的情况 根据湿邪的轻重 和他所在的部位 采取不同的方法 统成都叫去尸法 清鼠去尸 或者叫地鼠去尸 这鼠病啊 习惯是用这个字 清凉地鼠 地鼠就是去鼠 也就是清鼠 清地鼠邪的意思 下面咱们就分别的介绍 鼠病的 鼠温的 各种症候 变质 第一大类 咱们这么分 因为气氛的鼠病 鼠温病的气氛症 它可以分两大类 一类是气氛的温热 一类是气氛的湿热 它表现形式不同 所以气氛症得分两个类 气氛温热 气氛湿热 到盈分血分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湿热不入盈血 它入盈血 已经化造了 就没这问题了 在气氛阶段 有温热和湿热之分 气氛温热 就是叶天氏所说的 下属法子阳明那种类型 实际上按照吴俱通的学术观点 它不单纯是胃热 阳明胃热可以影响到太阴肺 这种病 这个症候 是肺胃热痴 凝床表现 身大热 口大咳 大汗出 脉红大 心烦 头痛 头晕 面红气粗 甚至于喘 口渴 尺燥 牙齿干燥 或者有被微物寒 舌苔黄燥 这一系列的表现 先有四大症 还有其他的兼症 高热是因为 鼠热邪气 入理 正气奋起抗争 所以体温急剧升高 由于高热 蒸发了今夜 就出大汗 热扰心神就烦 但是病人并不昏迷 就是烦了 他不沾雨 不昏迷 因为他在气氛 鼠热上冲 热气很盛啊 热性上行啊 就导致气血上涌 他鼓动着气血 向头部 导致头部的气血不通 突然的大量的气血往上涌 涌散 不通 不通得痛 头痛 悬液 气血涌至在面部 就面吃 热邪魄废 就气粗 喘 甚至于鼻翼山洞 高热 大汗伤心就口渴 这个尺燥 是不是色如虎虎 不是 是光照如石 就像石头似的 很干 但是呢 他有光泽 是胃热筋伤 而不是 真音浩祸 有的病人 持续高烧了三四天之后 出现背部怕凉 背部微物风寒 这个不能看作是表证 因为 他不是病变的除起 是在病变的过程中出现的 而且不是全身霧寒 是背部翻凉 这是鼠伤气的表现 鼠热伤气 因为背部 中间是毒脉 两旁是毒太阳旁光晶 它是阳气聚集的地方 同时呢 阳气也容易损伤 从这表现出来 脉红朔 气血永胜 冲击力很强 所以脉搏呢 带勾 或者是 按起来红朔 重按 或然而空 空 脉这个空了 脉管很粗 但是呢 中间是空的 一按像按葱管一样 葱管很粗 一按就别了 上面这皮跟下皮都贴上了 什么原因 是由于高热大汗伤气 伤筋 大量的熟汗 筋液不足了 脉管本来是满的 现在 里边的液体不足了 空了一半 为什么它不细 这个脉管还没有收缩 还没有收缩 血里边有什么 血除了由金叶组成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成分 有 除了其他成分之外 它有没有气 气在血里边推动血液 一行 又约束血液 气涮血型 气还又能射血 是因为它在血里边 血液大量的丢失 液体少了 它就不能再气 气就浮越 阴不脸扬的表现 血不能再气 是少了 气就浮出来了 是这个气 支撑着脉管 所以 它不抠 但是因为 它不是有形的呀 它不是液体呀 所以一按就别了 这个抠脉 在病变的过程中 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一般是在大汗 大吐 大泄 就是短时间内 大量的丢失体液 包括大湿血 大汗 大出血 急剧的吐泄 血中的金叶损伤的很厉害 血容量不足的情况下 短时间内出现的 是液体不足了 气浮越 支撑着脉管 这个气支撑 它不会很长啊 逐渐的 脉搏 脉管就收脱了 就成了细脉了 所以为什么 抠脉之后 就是脉微细欲绝呢 抠脉 再进一步的发展 就是微细欲绝 因为它里面没有液体了 气最后也跑光了 最后就是微细欲绝 这个脉红大而抠 意味着 金气两伤 那么这是 蜀文病初起 两步 第一步高热大汗 第二步 倍微乌寒 脉红大而抠 所以初起 用新凉重剂白虎汤 清气分热 第二步 白虎加人参汤 白虎汤加人参 第二个类型 鼠伤筋器 鼠热邪气 耗气伤筋 它的临床表现 深热 细高 细高就是呼吸急促 心烦尿黄 逆黄就是尿黄 口渴自汗 知眷神皮 舌红少胎 舌智红 舌胎少 脉相 虚而无力 就是细弱 虚是不足脉的总成吗 无力脉的总成吗 所以它是细弱脉 深热 是因为鼠热胜 正气还有抗心能力 筋气虽然损伤了 但是它还没有到 没有到不能抵抗的程度 所以还是高热 因为高热破肺 肺气上腻 所以它就细高 气喘 热扰心神就心烦 热伤筋液 就口渴尿黄 筋液损伤了 小便当然就少 小便里边的水少了 它浓缩了 当然就黄 因为高热伤筋 所以它口渴 口渴欲饮 鼠热伤器 功能低下 四肢倦怠 神情疲乏 萎靡不振 尿黄口渴 标志着筋肠 知眷神皮 萎靡不振 标志着气伤 功能低下 筋液不足了 两方面 因为阴不足 所以舌空少胎 因为气阴都不足 所以它卖又细又弱 但是没有到卖为欲绝的程度 就是细弱 治疗 清热地鼠 清热就是地鼠 地鼠也是清热 这同一符合词 一气生金 清暑热 一金气 代表方计 清暑一气汤 前面咱们提过 清暑一气汤有两个 最早出现的是李东元的清鼠 一气汤 王孟英提出来 东元的清鼠一气汤 有清鼠之名 而无清鼠之实 为什么 他用的都是灶药 这个地方 热这么重 金气两伤这么严重 用他那个方计不行 灶烈发散 不好用 没有清鼠之实 王孟英又自己提出来这些药 他说我就用这些这些药 他这个元书 是在温热经纬里边 没有写剂量 就是这些药 后人呢 就根据 临床常用量 给他 把剂量补进去了 而且给他起个名 叫王氏清鼠一气汤 原来那个呢 就加了个东元两个 叫东元清鼠一气汤 是两个房间 王氏清鼠一气汤 他的组成 西阳参 石湖 麦冬 黄莲 猪叶 它是叫核杆 核杆就是核梗 枝母 甘草 精米 西瓜翠衣 就是这些药 这些药物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清鼠热 一类是 一斤气 清鼠热的药 黄莲 猪叶 核梗 西瓜翠衣 黄莲 清气分热 苦寒 清气 猪叶 苦寒 清而间透 既能清又能透 还能导热下行 从小便里面导热 核梗 是核花的梗 它既能够行气 它又有芳香味 它能行脾胃 也能清热 西瓜翠衣 清鼠热 织母 这个药它是两方面的作用 它既能清热 又能滋阴 织母清热力量也很强 可以说是五个 黄莲织母 猪叶 核梗 西瓜翠衣 同学们注意 黄莲不要多用 织母量大点没关系 因为它能滋阴 它清热而不伤筋 在苦寒药里面它特殊 黄莲苦而造 量不能大 最多不要超过二千千 就是在六克以内 这是一类 清地鼠热 它是在清中又有透 清透鼠热 另一类药 是补义精气 西洋生 西洋的人生 和亚洲的人生不一样 西洋生原产美国加拿大 人生产在中国和高丽 常白山 人生是肝温 补气 大补元气 西洋生呢 它是肝寒 补气阴 从补气固托的角度来讲 它不如人生 所以固托不用西洋生 但是 它是肝寒 既能补气又能补阴 它有双向性 两方面的作用都有 补气而不伤阴 补阴 而不爱气 它有这么个特点 所以在这儿用西洋生 不能用人生 用西洋生 补义气阴 石湖感寒 麦冬感寒 精米 甘寒 脂母 苦寒 它们都有滋阴作用 同时 又都是寒药 都是良性啊 所以也坚能清热 这个整个方济 补气阴 清透暑热 而且补气阴的药呢 都用的是寒性的 所以效果很好 夏天 鼠热 耗气伤筋 用这个方计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王氏帝 清水 一汤 和 这两方计 都能清热 都能补气阴 对吧 区别 在哪 怎么区别 王孟英的清水 一汤 是 清透 暑热 和补一筋器的药物 同时用 既能清热 又能补筋 又能一气 白虎夹 人参汤也是一样 既能够清暑热 又能够一气阴 那么 他俩的区别在哪 可以说呀 清暑热和一气阴 是他们两个的 共同作用 两个都有这个作用 但是不同在哪 白虎夹人参汤 偏于清热 因为他石高之母 是白虎汤 加一味人参 他清热的力量强 清水一气汤 看见了吗 西洋参十湖脉东 一气阴的力量强 清热呢 黄连 荷杆 竹叶 西瓜翠衣 这些药 能顶得上石高吗 顶不上石高的作用 所以 它偏于 一气阴 而坚清水 这两个方机临床使用 如果热重 就用白虎夹人参汤 如果说虚重 就用 王孟英的清水一气汤 这么区别 鼠伤金气继续发展 是向虚转化 还是向石转化 鼠伤金气 它金气两伤 你看它这方机就知道了 气阴两伤的很重了 再发展就向虚 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金气预拖 拖没拖 还没拖 预拖未拖 预拖就是还没拖 但是要拖 它的表现 深热骤降 不是体温 退了 是突然的降下来 不是正常的退 它这个不正常 体温突然就降下来 伴随着汗出不止 喘喝欲拖 喘喝欲拖是什么意思呢 这喝不是指喝水 是指喘的过程中 那个声音 那种喝声 不是喝水 喘喝欲拖 这是什么喘 这是虚传 废气虚 气不够用 气短而传 迈 宏大而抠 或者是散大 或者是微细欲绝 摸不着了 散了 或者是虽然宏大 但是一按是别的 都可能 看程度的轻重 程度轻就是宏大而抠 程度重就是微细欲绝 再重就散 那么就意味着 筋气都要脱离人体了 所以这时候 要补气 生筋 骨脱 补气 生筋 脸因 骨脱 用生脉反 人身 大补元气 把气收敛住 脉冬 生筋 无位子 收敛 所以合起来呢 补气 生筋 脸汗 骨脱 能成为它 是 这发展到这 还是这发展到这 都可以 白虎汤症 白虎夹人身汤症 清属 义气汤症 都可以向这发展 再发展 就是冷汗淋漓 四肢绝腻 生脉伤 生脉伤就不行了 要加四腻汤 生脉伤 和四腻汤 但是啊 病情很危急 这里边什么 脉冬 五位子 干江干草 它捣乱 都去掉 一边取一个金药 取一个军药 人身和父子 就是身负汤 人身 补气 故托 父子 回羊就腻 还可以再加两个药 在身负的基础上 加龙骨 牡蛎 都有生的啊 生龙骨 生牡蛎 有什么作用 龙骨和牡蛎 龙骨干瓶 牡蛎咸 龙骨是化石 牡蛎是棒象 都很质地沉重 能够重振前阳 汗出不止 阳气要外脱啊 它不前堂在体内了 用它的重振作用 使阳气下前 前阳 同时 它们又都有固蛇作用 固蛇止汗 龙骨牡蛎 都是固蛇药 固蛇止汗 前阳 这就叫生腹龙骨汤 这个 是鼠热病 气氛症 由石向虚发展的过程 出起 肺胃热痴 石症 那么在发展呢 贝胃乌含 卖红链而抠 白虎加人参汤 就是石中加虚症 在发展 筋气不足了 趋向明显了 但是热势还高 以虚为主 热邪仍胜 体温还很高 王氏清除以起当 不管哪个类型 发展到这 托 用生脉伞 王氧 神父龙骨汤 这堂课 咱们主要讲了 鼠温 概念 特点 病因病机 总的辩证论之法则 和 鼠热病的气氛症 下课 pt 20 4 100 1 180 1 3 2 1 2 2